欢迎回来非凡大探索 一般的炸鸡排店给人家的印象通常是油油腻腻的 但是30岁的年轻老板吴老板改走精致路线 用亮橘色来装潢明亮醒目 而且所有的石台都用透明的塑胶带来分装 底层还铺着冰块保鲜 而他们招牌的咖喱鸡排也是炸得喷香入味 短短两年间他开了五家粉店 每个人全副武装戴着帽子 口罩 手套甚至防护衣 围裙一样都不缺 他们小心翼翼呵护着的就是这块鸡排 来到干净明亮的中央厨房 第一线工作人员每个人各自其职 有人利落地替鸡胸肉去皮 有人替鸡胸肉量体重 精选6.1g 6.5g 才是标准size 我们公司挑选了台湾好多家 非常多家的电宅厂 最后挑定的是屏东的电宅厂 因为他们生产的鸡肉是非常的肥美 很Q嫩的 肉质是扎实的 他们公司生产的鸡肉是 肺油还有肺水含水量是比较少 因为这个就是符合我们要的品质 每天新鲜从屏东运送上来的鸡肉 为了保鲜在饭秀前 得全程在低温室里 我们家的鸡排从挑选秤重 到裁切腌制 都是在16度C以下作烟 因为鸡肉 鸡排 它遇到新鲜热风气 它会变质 然后会氧化 会变黑 那我们确保让客人吃到的鸡排 是最卫生的 然后还有最安全的 那我们坚持一定要在这个环境下作烟 严选鸡肉品质 口味 力求变化 年纪仅仅才30岁的老板吴尚颖 研发了两年以偏甜口味的台湾咖喱 和香味浓郁的印度咖喱 以1比2比例混合 口感比较实周 另外还加入小茴香和丁香粉 增加香气 而腌制过程全靠这台价值20万的 真空按摩机 这台机器叫真空按摩机 它的目的是在腌制鸡肉 它的功能是将里面的空气抽真空 让鸡肉的毛细孔变大 那酱汁就会吸附到鸡肉里面 等它机器停止运作的时候 它鸡肉的毛细孔就会缩小 不会把酱汁保留在鸡肉里面 每6分钟停止一次 每停止一次就入味更深 只要30分钟鸡排就能腌制完成 一次能够腌制多达200片 感觉我要两份黄金鸡排 原味还是要咖喱的 你要酸香的咖喱的 咖喱的 咖喱两份是吗 咖喱鸡排高居人气排行榜之外 汤的程度让店员 网路的手几乎没有停下来过 而炸鸡排的温度控制也有配搏 我们的鸡排 我们的炸油是每天都会更换的 那我们炸鸡排是有分两个油锅 第一锅是180度的高温 它的主要功能就是把面皮煎定型 那第二个油温是170度 它主要的功用是把肉熟成 并且把肉汁熟在肉里面 把握黄金三分钟 鸡排熟度最刚好 刚炸好的鸡排直径足足有20公分 外皮酥脆一撕开 里头还透着油光 闪闪动人 七口有浓浓咖喱香 它的口感很好 对啊 然后像别家咖喱的话 就是都只有撒粉而已 味道很淡 然后这家的话它是有腌的 所以它咖喱很香 外面一般来说的话 都比较就是皮的部分有咖喱的味道 可是它这个啊 肉汁啊 汤汁都很有咖喱的味道 因为我很喜欢吃鸡排 所以我就点咖喱鸡排 很好吃 除了咖喱鸡排 以蒜头中药调制的 蒜香鸡排 一样人气 红不让 对层软嫩Q弹 带着微微中药香 腌制的很入味 然后有点蒜香 带点中药的味道 那味道吃起来很合 除了好吃之外 这里的店面和一般显酥鸡垫 大不相同 这里走的是精致化路线 亮橘色的装潢 明亮醒目 更特别的是 所有食材涂及卫生 全部用塑胶套分装 底层还铺着冰块 食材展示柜都非常干净 对 然后它的那个食材 都有用塑胶套包起来啊 就不像外面都会晾在外面 然后因为大马路边嘛 然后它这样子包就非常卫生 外面一般的店都油油脏脏的啊 这边感觉很干净 而且地上一点灰尘都没有 你没看到什么油盐啊 我觉得很好 老板还贴心的在店内放了长板凳 鸡排一拿到手就可以大快朵衣 因为一般鸡排店看起来都脏脏 然后都要在外面等 对啊 然后带小孩又觉得好冷哦 这边还有东西 位置可以做我觉得很好 瞧鸡排的香味 连十个月的小娃儿都张大了嘴巴 伸长了舌头拼命想吃 走出咸酥鸡店 给人油腻的刻板印象 这间鸡排店短短两年 开了五间分店 老板要在竞争激烈的市场里 以干净卫生的店面 紧紧抓住客人的心